欢迎来到美国生活365 今天卡玛拉、哈里斯宣布蒂姆 沃尔兹已被选为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我想知道蒂姆沃尔兹是谁 所以我在网路上搜寻了有关她的资讯 题目,沃尔兹对堕胎的激进立场确实让我感到愤怒和恶心 2023年1月,沃尔兹签署了明尼苏达州立法 该立法对妇女核实可以结束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没有任何限制 沃尔兹在所谓的保育生殖选择法案出台时说道 明尼苏达人需要知道你获得生殖健康的机会 以及你自己做出医疗保健决定的权利得到了保留和保护 沃尔兹继续说道 由于这项法律,这不会随着政治风向和最高法院的组成而改变 生殖保健是堕胎的委婉说法 妇女结束未出生孩子生命的时间没有限制 意思是从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到出生之日没有限制 这种类型的堕胎比中国的一胎政策更为极端 该政策已导致数百万为出生的婴儿死亡 这不是堕胎,这是谋杀 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废除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 并允许各州决定堕胎 因为宪法没有提及堕胎 堕胎权在美国历史上根基不深 进步左派认为 这项决定侵犯了妇女的堕胎权 并可能危及其他宪法权利 该裁决预计将导致大约一半的州禁止堕胎 从而显著改变美国各地的升职权利 有些州,例如阿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 对女性怀孕的时间没有限制 其他州,例如阿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 已经停止了几乎所有堕胎服务 只有有限的例外情况 以保护妇女的健康或生命 许多州设定了具体的妊娠限制 例如亚利桑那州为15州 加州为24横限26州 堕胎的合法性和限制可能很复杂且差异很大 因此了解每个州的特定法律非常重要 塔玛拉、哈里斯经常强调 他认为自由包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 就升职健康做出选择的能力 他一直是升职权利的坚定倡导者 并始终强调关于女性身体的决定 应该由女性自己而不是政府做出 他一直直言保护堕胎权的重要性 身为美利坚和众国副总统 他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 最高法院表示 堕胎是州的决定 而不是个人的决定 现在我不禁想知道 如果一个女人在母亲的肚子里 一个未出生的女婴怎么办 未出生的女孩能决定她的生存权吗 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的想法 是一种偷换概念 是的 任何人都可以决定何时可以吃饭 睡觉或上厕所 并决定疾病的治疗 如果一个人的决定决定了另一个人的一生 那么他就不能只属于你一个人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拥有广泛的信念和价值观 尊重个人生命是美国价值观各个面向的基础 如果生命不被尊重 那与共产主义史达林和法西斯·希特勒没有什么不同 回归本源 热爱生命 热爱人民 如果你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你就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将这种意识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订阅、分享、点赞 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声音 谢谢